Walker打寶,通常都沒有 玩具TV第十八季第六集 第二不知多少節 剛才一大輪中之後 就玩了一些真的玩具 這次也是玩具 這個是玩具 複雜,但也是玩具 如果大家喜歡看漫畫的話 這個就不會陌生的Phantom Gundam 如果大家剛才看完這個Crossbone 其實也是一個同年代的MS 而不同的就是 這次它是可變的 即是令人震驚 Matho Robo運可變多 Matho Robo運可變相對比較少 有嗎? 不是Scian S 對,是魔神英雄轉那些 其實本身也有很多件 因為真的抵食夾大件 價錢我真的不太記得 9000元 9000元 我想買,但不捨不得 800多元 800多元 900元,很貴的 這半邊全部都是特效 但它其實說特效 某程度上是必須要的 有300元,400元在這裏 是的,主體就是這裏 我們直接拔出來看看 一會兒再用 其實它也挺新鮮的 在高達來說 主角機通常是紅白藍配色 但是它又有一個比較鎮定 即是經常使力加強的 你問我是不是鎮定 你問配色我真的不敢恭偉 但是如果沒有它 又怎會有Ghost 你覺得它不會出Ghost 沒錯,幸好有德國買了Dantum 我才會有機會買到Ghost 你這麼說 我只買了一隻,它一分鐘 第二隻是會拖很久的 好了,再看看Dantum的外形 沒有特別花巧 其實整件東西都很膠 坦白說,是很膠 真的很膠 但是它的外形,你問我絕對是漂亮的 那就轉一個圈給大家看吧 其實一個普通的白雲系列 跟始終Anime的 真的相差很遠很遠的質素 即是完全是兩回事 但是它在造型上其實是很漂亮的 即是到它將來後 可能隨便出過Carsignature 還是什麼 加回Marketing 噴花燒光之後 就脫胎換骨為另一件事 但是它本體的造型是真的好 是,你會看到它的shape 雖然重視是換件可變 但是它的MS形態都很漂亮 而可動又如何呢 即刻看 炮王 它主要靠頸來向後 是,但是可動幅都不小 同樣的,我這樣會比較容易看 你看看這一點 一樣是拉出色 哇,這個更多的Carsignature 看到了嗎? 神經病 見 先看看 想怎樣都可以 例如玩的時候是很放心的 是 沒錯 首先不用擔心燒光的噴漆 對 因為它整件東西都是膠 所以它也是可變 你變了就不會特別擔心 因為可變而刮花 因為你沒有東西可以刮花 玩這些真是開心 拳頭這些很基本的東西 以它的拳頭造型 我想是比較傾向漫畫化 你的手指是圓滑滑的 其實它這件東西確實是 很漫畫化 很長穿 腰到 腰都不能說笑 當然某程度上它是因為需要變形 亦都說它基礎於變形之中 如果腰都這麼OK 很細心 快點不要碰 不知道看不到 好 另外兩邊的衣服 都頂住了 彈牌都足夠你踢得這麼高 也可以 但裙甲可以向後轉嗎 沒錯 不錯 這個始終要遷就變形 你覺得這個那麼厚淡 我覺得他起初量度這件設計時都不錯 亦都跟剛才的Cross-Bone一樣 都是有一個鬼讓他走 走完之後就令到他這個踢腳更加漂亮 而他這個也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他的大腿很短的造型 會見到這些破綻位、村崩位 可以見到他的關節大致上的走動在哪裏 亦都知道本身為何他可動性那麼可怕 不過他這樣的尺寸做到這樣 有些村崩都情有可願 是的,腳裸關節亦都是一半的好 問題不大 好,大致上的可動是合格有餘 還要是挺瘋的 這個就是Robot運 那個翼呢? 動了背脊 嘩,可以擺平嗎?我擺一個單軸 水平 嘩,可以擺平嗎?我擺一個單軸 水平軸、橫軸、單軸 下半截的可動是這麼多 我看上去的翼有些Destiny的感覺 我反而覺得好像小擊霸 他甚至和我故意花很多可動 嘩,這個位置一旦動 不好意思,各位 嚇怕我可以 嚇怕我可以 大致上就是這樣 好,本身時間關係 我亦都已經沒有電了 好,既然是這樣 其實我想安裝了鬼科上去 我就索性一炮個直接變形 變形 變形 嘩 是電動多不多嗎? 多 多的 第一件事就 希望在我變形的時間 它還有電 其實Fantom是在Cross Stone的同一個年代的後期 是,後期 其實Fantom本身在Dust也有出 甚至可以玩到Dust的年代 那主角是什麼樣子? 馮波 本身是一個 我叫慾澤俗仙 機緣巧合之下 或者叫不幸運 做不到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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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病毒 牽涉著 這個病毒 詳細我都不太記得了 但是 這套東西 就一般 但是 起碼主角不再是西寶頓 那是 因為由 191到Cross Stone 我以為連Fantom也是西寶頓 但是 西寶頓本身的人氣都高 OK的 特別是他去到Cross Stone 是形容的 是 其實我覺得Fantom的頭挺有趣 令我想起Cross Stone的鸚鵡 那條東西好像有鸚鵡的感覺 而他比較另類的是 他沒有過V 高達過V 當然他的V 在另一個方式去體現出來 這個就是後話 他的變形是 解體了 基本上都是整件東西 拆到散散 挺有趣的 這個 他可以拆到這樣 但是他剛才的可動 是保有到這樣的程度 是很厲害的 那算是這樣 那 拉回這個 如何呢 他這個的變形呢 另外我想起G-Self G-Self 裏面有一些 敵機是整個腳 打開兩邊之後 變成飛機 就是 好像只是 抬開兩隻手 抬開兩隻腳 之後 縮起頭 就是飛機的狀態 真的很像 有沒有什麼危險的部分 其實玩下去的感覺都實正 你說真的很牙煙 我真的不是感覺到什麼牙煙的景地 所以作為一件玩具是絕對沒有問題 德哥知不知道是誰設計的 Katoki 原設也是Katoki 我想是長谷邨跟他聊過 有這樣的想法吧 大致上 學能我都叫做 勉勉強強 可以在這個時間 變成形 給大家看 都是一隻東西 神器流料 你說飛機就真的看不出 即區的名字 神器流料 都可以 沒錯 本身始終Phantom的原意就是 是滑星移動用的機體 將這個F99 Rekord Breaker 和當時 木星帝國的 天草 合而為一的概念 而製造的機體來的 所以其實某程度上 都是非常強勁 有人問是否做紅色 銀色就有 銀色和紅色 銀色的就是Ghost 真真正正的Ghost 在這個 他沒有空氣阻力的態度下 我不太理解到 他所變成這個 飛機形態 對於他的推進力 都有一個問題 因為 集體下去 他都沒有什麼推進力 除了背包之外 沒有什麼推進力去幫助他 感覺上 他對他 飛行或加速應該沒有太大幫助 只能夠說他縮小了被擊中的機率 一說這些就這樣 其實最重要反而是 他的理念是 星際或星間旅行 而他用了米洛夫斯基粒子去做引擎 而用i-fuel去壓制它 令到整部機 你說要用引擎 不如說是用米洛夫斯基粒子去推動 所以可以有一個超長距離的續航距離 感覺上有點像摘星者的圈子 在後面的推進 他的合理的效果很厲害 很厲害 其實基本上是買效果的 他這隻不想有效果 是差很遠的 因為不想有效果 基本上是不需要買 這隻應該不便宜吧 幾個 七個 九個 八百美 還是八百幾 很貴 很貴 難怪被給了這麼足料 但他的上色就真的是Rubborn 可變 我們說真的有多可 Rubborn可變 我看到明眼人 大約100元送跌 這樣的神器流了 神器很多 差很遠 因為時間關係沒有很特別 就著機械人形態 裝這個全部的鬼火 我這樣叫 但這件事你問我 跟剛才這個Cosbone X1 Full Cloth 比 這個好玩十多 這個好玩 這個好玩十多 還有真的可以放心地變 放心地玩 外形又漂亮 我覺得是挺漂亮的 這件事真的有多 還有兩個好像Gagaga 這個 這個 X3 一樣原理的 屏幕 對 iFu 好了 沒錯 因為真的竟然還有電 所以變了都算好運 下個禮拜見 餘灸 108 2 1 3 1 1 2 3 3